为了推广在地产业 文化局特别搬离彩线团 并带领旅行社业者 走访水里乡永兴社区巧克力烘焙方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主要就是体验永兴社区的一个林业文化 那永兴社区的早期的一个聚落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因为比较特别的是说 永兴社区他们今年在北海浮沦社的一个协助之下 然后有跟水里商工合作 这边设立了一个大树烘焙方 那协助我们在地社区做一个烘焙的一个产业 所以他们今天我们就是要体验 他们一个烘焙产业的一个成果 我们做一个饼干的DIY 然后中午会用他们的一个在地的风味餐 然后有一些客家菜的元素 而永兴社区保留了许多林业的样貌 除了低度开发以外 也非常适合小旅行 主要是因为在水里这个地方 水里是以农业为主 可是水里很多人忽略的是 它其实是以林业发展为主 为开始的一个小乡镇 那永兴社区这个地方 比较保留比较多 过去在水里林业发展的一些样貌 不管是它在地的林业或步道 或是它古厕聚落等等 那其实来这边玩 主要是第一个是它现在开发的比较少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为的开发 第二个是它其实也保留蛮多 过去早期水里的一个 在这里发展聚落的一个早期的样态 先议员春树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就有这样的方式 来让更多人看见水里香的美 很多外面的这个菜线团 就是我们的林业社 终于有的业者 有得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我们英兴川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但是说他们来做到观摩 来这里做到DIY 在未来 他们应该的估计就是说 把我们英兴川业集 在我们台湾观光路里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景点 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菜线来跟英兴川 会去发展聚落 我们英兴川有很好的东西 期望透过举办这样的 彩线团活动 除了可以让业者了解 地方的特色以外 也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水里香的地方 特色与产业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